从数万人现场观看的NBA欧冠联赛 到全球元首聚集的英女王葬礼 我们从未见有一人被要求戴口罩捅喉咙做核酸 有人说外国领导的性命还不如普通中国人珍贵 这话只能骗鬼 反观中国 从非必要不出国到非必要不离阵 中国共产党化地为牢 以隔离清零防疫的借口限制人民和物品流动 这导致原本可以轻易通过网购快递获得的食品和药品变得匮乏 于是从上海云南新疆到呼和浩特 就出现了这一幕幕因隔离清零政策 导致被饿死困死病死跳楼死的惨剧上演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 共产党正在以疫情红黄绿三马管控行戒严之时 隔离清零目的是为了做压力测试 让人民适应被管控的处奴生活 为攻打台湾做战前的准备 疫情不可怕 而反人类的共产党的隔离清零政策才真正可怕